很晃嘛 就跟你說要吃鷹船鷹藥 快點緊,就很死 藥苦 鷗 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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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餃 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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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餃 餒 餒 餒 I'll be hungry 餒 那就收到湯了 好晃 就跟你說要吃鷹船鷹藥 好晃喔 這跟阿里山小火車一樣晃的 啊 你們跳 這裡就其實 當時找七一次的話 你會整個人裝到那裡 你會整個人跳 這時候大學長打開了無線電 而這次終於有其他學長在線上講話了 只是 你小孩聽到的 北標鬼八不是北標等空 又一個是聽得懂啊 你有在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 現在北標要鬼八就是那個公旅室 北標178有什麼礦嘛 就是有什麼狀況 北標就是往北 對然後南標就往北 然後講幾公里處有什麼情況 然後我們都習慣講 123456 拐8 拐動 拐是什麼 1到0 拐就是7 就有東名的會知道這個 9就是拱 然後動就是0 所以他們講1拐八就是1到18 哇塞 好可怕喔 大學長準備把這台高通車開上他的版車 上馬 開始工作了 反車助手獲得了第一個工作 掃地 前後不到15分鐘 我都還來不及反應 我們又再次上路 準備把後面那台大家夥載到工地 欸師傅要下在哪裡 欸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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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那天 李 那天 真是的 沒有啦!沒有啦! 下來了!下來了! 像這種地就是要用輪胎的 你要是用輪胎的話它就會限車 我盡量就是現在是壓在水泥地上 所以它剛其實本來不太願意讓我倒進來 因為它會把整個爛尾巴弄出去 就是我們會盡量希望把整台車開在公地裡面 要是在路上遇到事故還是怎樣就很麻煩 如果把爛尾巴帶出來會被罰錢嗎? 你要是沒有清的話害人家摔倒 騎車摔倒還是怎樣的話 人家告你告得怎樣 緊接著我們又出發去一間鋼鐵廠 把一台21米輪胎高通車載回廠 然後再趕到太平把一輛造景機 從A工地上到B工地 雖然影片撿起來好像很快 但其實中間發生了很多驚險的事 我的脖子 要小心 整個都會掉嗎? 鼻桶原本是滿的 再玩回去全部都不正 噴到你腳後面這樣 好近 最要注意的就是右邊白色那個橋 它這樣子停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哇 好 還要嘛 剛剛不要停一下 停到這邊 停到這邊 停這邊 它停那邊你根本過不去 在鑽波就是早景機 太卡電線就要很小心 我從頭到尾完全沒有在關心電線 很正常 盡量持右邊 因為它的電線是這樣 中間就垂下去 哇 這好像很低欸 因為它現在電線上面都會裝那個西港池 所以其實你是車不斷 因為整個電線桿都拉很拉 這樣感覺 電線桿15萬 一支電線桿15萬 最傷 好 感謝大學長讓我知道電線桿售價喔 等一下給你問 按著講話 然後 你問他說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好 那我按囉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請問 你就說 超收有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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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表示現在後里南有開 學長抱歉 學妹還是完全聽不懂欸 你剛剛問後里南有沒有礦 就是表示問他 就是後里往南下有沒有路礦 我們講後里就是直接講地棒的意思 喔喔喔喔喔喔 所以他說後里南有沒有礦 就是現在後里有沒有開地棒 然後他跟你抱小鬼 就表示現在其實是有開地棒 人家說村裡面的公務員叫小鬼 那沒開叫什麼 田口 就是那個三角椎 他沒開會把三角椎 然後也需要跟你抱導 就是他今天導電沒有營業 喔喔喔 然後有時候是他們會佔領 他們去上廁所來幹嘛 因為講那個小鬼一棒了 結果他就說他們 重點是 除了這些竟然還有 還有啊學長們 我們叫 叫這個後櫃車叫北東 舊戶車叫小白兔 小烏龜就是小車 然後 過兒滾就是後車 因為他問題多 然後一撞到就會翻車 尤其是那種 三噸半以下 都只好一顆而已 用這個 那他有一點提升飲料 吃飲料 喝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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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 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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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 要50注意前車 洞洞洞 就是表示現在是回堵的狀況 噢洞洞 是回堵的意思 他住庆幸後面的學長 你終於不要開太快 大車司機很愛用代號耶 那遇到三寶比較煩 還是遇到那些死標仔呢? 應該是三寶 因為標他自己會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但三寶就是摸不透他的套路 他到底要幹嘛? 奇怪你不是打右轉的嗎? 你怎麼用一直似手 你不是打右轉的嗎?你怎麼左轉 怎樣分別是不是三寶 要是開車的話就是在車子裡面戴太陽眼鏡 你來抱著冰不透火的那樣不透我們技術都不太好 我沒有我沒有 遇到晚上沒開燈的話可以這樣 然後我會提醒 通常我們搭車會閃大燈 所以有時候閃燈不是在迷你車幹嘛 是在提醒的 那你的大燈忘記開了 不要別人一閃燈就這麼有敵意這樣 對對對有時候可能看他沒開燈幹嘛更好 紅綠燈的話我就拉手搭車然後下去跟他講 下去跟他講? 我就說不好意思沒開燈 台中還是有這種好人的 不是一敲你車窗一定要拿球棒 對 炸落槍 這台中被敲車窗記得先看是不是大學長喔 這個工作其實就是 要是我身體沒有出意外的話 其實應該是有去做的 可以那個小貨車直接從後腦上打下去 那時候前前後後休養了三個月吧 然後每天都帶這個 還要帶這個睡覺喔 重點是要動 帶這個睡覺 對啊 因為你不能亂動啊 那他有陪你錢嗎? 有啊 陪了三十幾萬 他的保險每月 那這樣有完全好嗎? 現在其實就是有時候還是會暈眩 所以才覺得板車不太適合去開 沒想到才來當一次板車助手 就直接變成最後一次了 那你坐到什麼時候? 坐到四月底 就是這個月的月底 然後就要去打工換書 那你做這個工作做多久? 前前後後三年了 然後開車從當兵的時候就再開了 雖然以後不開大車了 但大學長還是希望 誠摯的用切身的經驗告訴大家 珍惜生命遠離大車 那看到大車真的要退三步嗎? 要 就是其實真的死角 死角超級多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那個 用我們的板車躲太陽 最危險的時候其實就是 等紅綠燈的時候 因為等紅綠燈 你要一直這樣看 你要是沒有一直這樣看的話 你就很容易突然一起步還是什麼 就高了耶 最想要 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盡量不要突然在大車面前擊殺 離它遠一點就對了 不管是你在前面還是後面都可以 可是就是切記請問不要在前面 踩煞車 對 有些運氣好的會殺得出 運氣不好你就全部上去 或是你可能就晚七天回家 當然還是有很多惡劣的大車司機 但同時也會有下車敲你玻璃 提醒你大燈沒開的學長 最後祝福大家都行車平安 也祝大學長可以安全下樁 然後再走 在這陈品的專門 經 bio